不過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看到了說 針對這個林志堅的論文門 論文案呢 他其實才剛達成和解嘛 他其實在和解的過程當中 有特別提到 他把自己放成一個受害者的角色 他更講到說 從去年啊 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他沒辦法參選啊 他就失業了 甚至呢 還提到的那個姿態 就是說 如果他有選 那桃園肯定是他的 那相對於說 我們對應到了說 賴清德呢 現在往桃園採點 然後呢 賣著芒果乾的同時呢 也說這個接下來啊 桃園一定要想辦法 這個贏下啊 這個超過8萬票啊 是不是 民進黨的眼中 從來都不思反省 而認為說 哪塊的版圖 哪塊的版圖 其實應該都是我家的啦 以這樣子的姿態 來選2024 是不是真的是 沒有把人民的智慧 當一回事啊 我覺得民進黨啊 好像都把人民 當成笨蛋一樣哦 他們只要用美麗的口號 用似是而非的 這樣的一個論點哦 好像就能夠 糊弄我們台灣的人民 我想呢 當初民眾已經被 民進黨騙過好幾次了 這次大家一定要睜大眼睛 我們可以看到 林志堅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論文的事件 而他當初 死不認 那個一直不願意去做承認 他硬拗的這個態度 我想大家都還歷歷在目 這樣的一個人 人品是完全被人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的這樣的人 他現在居然還能夠大言不慘的說 他並沒有錯 那明明這個學校機關都已經做出這樣的一個認定了 那他怎麼能夠在現在這個時候 又開始用美麗的詞彙 要包裝他自己的人格呢 他的人品完全已經是破產的狀況的情況下 怎麼還能夠再用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 然後要想要再次的欺騙人民呢 我想大家都在看人民不是笨蛋哦 我想這一次一定要用選舉用選票 讓民進黨知道反省 如果說我們一味的縱容民進黨 他只要事情 他都覺得說 事情過了人民就忘記了 如同疫苗的事件 當初他們是怎麼樣在擋疫苗的 但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 他們現在又換另外一套說法 來說什麼 他們沒有擋疫苗 但是只要我們把當初的事實 把它呈現出來 就可以發現民進黨其實在做的 都不是為人民好 他都是為了保衛他自己的政權而已 他所作所為 都只是為了打擊政黨 打擊別的政敵 那這樣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不是值得我們所期待的 台灣要看到的是一個真正的 但是很 tiles 又是珍惜 比較如 我們在旁邊 全不合 天 那 不是